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彼得为德 美正为正 佛亦都在在会当中说明 再无其他的杂质 留得在这里听的 全部都是已经 法大乘心行菩萨道的修行人 在如来座下当中 这些已经是获决定的印记 为众生们开示 佛法当中 所谓权巧事宴的声民城袁角城 是知众生的志向未够 所以当时印度很多人拗出家 拗解脱 但是你叫他度众生 叫他成就一切种子 路途遥远不滞 所以佛就圆满众生的愿望 能够为他们开示解脱法门 所谓 空无相无怨入三三枚 除了种种声民城的三十七座道品 乃至袁角城的十二恩园 都是希望令到修行人 各悟 原来一切都是妄执而生的烦恼 佛性本言清静的 不生不灭的 令到他们各正果位 由有学入于无学 由一个求解脱的人 去到一个无求 无我 无法 所谓人法 佛两空 这个阿罗汉的景地 乃至辟知佛地 在妙法莲花经之前 其实佛已经讲了很多大方讲的原理 讲般若 讲种种的解脱法门 亦都是示现出 展示出 去到这个妙法莲花经 之前佛讲这个 佛应这个大庄严菩萨 大庄严菩萨 余及八万菩萨摩可萨 问释迦如来 有什么法可以 侄得阿纳多罗三秒三菩提 佛就说 有一法明无量义 能够令一切菩萨摩可萨 侄得阿纳多罗三秒三菩提 记住 问问题的人 是八万法王子菩萨摩可萨 后保佛位 所以他们问这个 最具代表性 因为下一生他们转生成佛 所以他说 有一法 这个无量义是什么 从一法生无上 即是说 安住声闻辟知佛地 菩萨名为各有情 如果这个菩萨都不觉悟 他怎样去觉悟有情众生呢? 他如果这个菩萨是染世间的 好像《金刚经》所说 有我人众生受者四上 不明菩萨 所以菩萨必须有个基础 就是说 他一定要明白 一切上是幻化 他不是不出现 是出现的 过去现在将来 宇宙虚空 那些生死现象 会不会停的 菩萨在不会停的 现象世界 广度众生 但是永远知 无一样是真的 这个就是菩萨 这跟《金刚经》所说的二理 一模一样 而无量意 亦是安住 以波也为体 慈悲为用 这一种基础上 教所有法大成心行 菩萨道的人 应该如何? 悲闻宇宙虚空 无量无边十方 躲于生死的众生 永处生死 乃至生恶度报复 不得解脱 永远解脱不到 所以菩萨才悲闻他们 以幻化的身 行信一切众生 来利落一切有情 叫醒执患当真的凡夫 就是无量菩萨摩可撒的使命 所有佛国是怎样来的? 因安立一切众生而来的 所有佛陀怎样成? 因为要令一切众生 同胜一切种子 所以菩萨是要度一切众生 才会摄取佛果 才会成就佛身 所以这个亦都是妙法 《年花经》所说的妙法 之前亦都是纷纷讲述了 因为在《妙法莲花经》 讲法这方面不是很浓的 它只是轻轻大过 但是讲的典故、恩由 因为佛临入灭之前 它会将 为何我要来这个世间? 为何我有你们这帮声闻弟子? 为何有这帮菩萨弟子? 为何有十大弟子? 将来的燃劫千佛 乃至将来的阿日多成佛 典故、恩果、现象 它在《妙法莲花经》里面 是讲得很透切 亦我们都知道 原来释迦如来 以及现在成佛的阿塞如来 阿弥陀佛等等 这些过往生 同是十六沙微 同是十六王子 他们各各 因为发阿流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因为闻这个妙法 而窒得阿流多罗三秒三菩提 现在各作一方广道众生 这些典故上次也说过 亦都一一为弟子们 菩萨、声闻、阿罗汉、十大弟子 一一授记 将来作佛 但是他成佛的过程当中 是要盛事无量百千万亿诸佛 将来才会成佛 上次也说到法师品 第十品刚开始了 就是说 当时世尊就跟在会一个菩萨 叫做《约王菩萨》说 他说约王 你看看大众当中 无量天龙鬼神 即是天龙八部 朱天、龙王、夜叉、贤達婆 阿修罗、加勒罗、罗后罗、 摩后罗奇、人非、人等 这个叫做天龙八部 《彼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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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丘》 求声闻者、求辟知佛道者 求佛道者 如是等类、咸于佛前 若果闻妙法、妙法、花经 一解一句 乃至一念随喜者 我皆与受忌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 佛不只是为自己的自亲、弟子们受忌 凡是听过《法花经》 乃至一念随喜 哇!这么好的 赞叹 真是好 好开心 随喜 佛说 我都会为他受忌 你说如来的方便力 多不可思议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 当得阿纽多罗 三秒三菩提 所以我说 你们来听过一场经 听过一句解语 我都不用担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赞叹随喜 已经中了种子 你不姓佛 不行了 不好意思 佛告约王 亦都说到 将来如来灭后 有人闻法花经 妙法花经 乃至一句一解 一念随喜 我亦受阿纽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意味着 不是在会的人 在会 刚才提到天龙八部 弟子们 佛入灭后 好像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来到这里 佛入灭后 有人听到妙法年花经 一解一句一念随喜 佛都会为其受阿纽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意味着就是说 佛亦都会为他们 人际将来决定成佛 这意思 佛有人受持独众解说 书写妙法花经 乃至一解 于此惊卷 惊事遇佛 好似见到如来一样 哇 你见到这部经 等于见到佛 种种供养 花香 婴乐 抹香 桃香 萧香 增盖 藏番衣服忌恶 乃至唱歌 繁背等等 乃至俠掌恭敬 若王当之是诸人等 已曾供养十万亿佛 这些不是原居民来的 原居民我们经常说 是五族恶世 不断在这里轮转生死 被业力带住 那些成怨而来的就是供养过佛 供养过多少 最低限度供养十万亿佛的菩萨宗 他现在来到这里 所以一听法花经 深信不疑 有很多人会说法花经 哎 作下去 是不是天人写的 天人写你都没办法认得是真 可能亂作都未定 有人是这样疑问 但是我们可以将释迦如来 一生的行仪 由他的写兜率降皇宫 成 即 开始出家 苦行 觉悟 成佛 度众生 全部都合于佛妙法连花经里面 全部都合于佛妙法连花经里面 写起的 大施写的 没一个小成人能够这样作施写的 所以这些人 这些大修行人 在这个五族恶世 已经是修行太长的时间 所谓三大瓦生其劫 才能够呈现出能人所不能 千亿个人都做不到 所有這個世界的人沒有一個做得到的 釋迦牟尼佛就做了 所以由他的行為告訴我們 我們的老師、本師釋迦牟尼佛 他一生的行為 就是《妙法蓮花經》記載的大菩薩 最圓滿的表現 所以佛亦都說 所有人聽過《妙法蓮花經》 將來之勢決定成佛 他說,於諸佛所成就大願 因為問眾生故,生此人間 生此人間,兩樣東西 行譜言怨,上除佛學 這裏就有釋迦如來佛 然後助佛轉法輪 行順眾生、普道眾生 在這個世間廣行菩薩道而矣 好了,接著佛就附足 佛對若王附足 若王菩薩,佛入滅了 若王菩薩入滅了 若王菩薩入滅了 經典沒有記載 應該就未入滅了 即是說,有無數菩薩 都守護法經 守護佛法 守護修行人 所以,佛就對若王菩薩說 若果有人問佛 有人問,何等眾生於未來世 當得作佛 有什麼人,將來之勢 一定可以成佛的? 應是,應該要告訴他 應該要開事 為其開事 事主人等於未來世 必得作佛 有些人,在將來之勢 一定成佛 何以故 若善男子善女人 於法化經乃至一句授詞 讀解說書寫 種種供養經院 花香應樂 墨香桃香燒香增蓋 藏番衣服忌惡合掌恭敬 事人,一切世間所應沾縫 他說,有一些人 他一定會成佛的 哪些人呢 就是在法化經中受辭的 乃至一句解 乃至獨眾 經常念中一句解語 或者,依法化經中所教的法門 來修行 我們遲些講到的 辟如來依 入如來室 辟如來依 坐如來坐 這是甚麼來的呢 以他一明白 我稍後說 然後每天在做 每天在做 那便受辭 讀宗 常常朗重告訴別人 讀宗 自己的讚嘆 朗重告訴別人 為人解說 一不明白便告訴別人 為甚麼 教人書寫 那寫得好一點 那寫得好一點 那寫得莊嚴一點 寫完後怎樣表 供養 種種供養經卷 乃至用一切種種的花果 柔燈 莊嚴 翻蓋 藏花 衣服 紀案 去供養這部法化經 他說 世人 這一個人 一切世間 一切世間就是 世間一切所有人 都應該要 尖 惡高頭望 叫尖 尖養 為甚麼 你覺得他比你重要 他比你崇高 於是尖 封 是供奉 奉養 應該要怎樣 作為你的指標 你學習的無法 這樣解 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 你怎樣供佛 你供養這個人便可以 為甚麼 未來佛 多快 好快 所以 法化經 能夠成就 一切如來的果實 他的秘密在哪裏呢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入如來室 披如來依 座如來座 裏面要做這些 廣道一切眾生 為甚麼 他兼擔起 不是一個佛的工作 是兼擔起一切如來的工作 以導引一切眾生 利諾一切眾生 為己任 所以這個人應該怎樣 你時之如佛 當之此人 是大菩薩 這個是大菩薩的示現 將會成就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因為 哀問眾生 願生此間 怎樣說呢 書尊降貴 來到這個世間上 廣演分別 妙法化經 能夠去廣演者 詳細演說 很詳細 叫做略說 就是簡單說 廣演 即是說要很詳細 告訴你 他的來龍去脈 和異成的分別在哪裏 怎樣能夠安立在法化經裏面的教法當中呢 分別 分開區別 妙法化經 以及其他法門的分別之處 何況盡能受持 種種共養呢 如果有些人 真是能夠身體力行 兼夾行種種的共養 當然在共養當中 我們說共養佛法僧 以種種花 油 燈 莊嚴物具 共養好嗎 當然好 但一種共養是如來最喜歡的 是否我們在普言行元當中 是否發共養罪 一切共養以發共養罪 如果有個修行人 以行 法化經這種行法 來供養諸佛 是否最開心 所以不離菩提心不捨菩薩業 代眾生苦共養 種種的共養 如說修行共養 這些完全是發共養 他說 何況盡能受持 兼夾行種種共養者 這些還不是大成人的事件 是咯 好了 他說 約王當之是人 智者清淨業報 於我滅道 民眾生故 生於惡世 他說約王 你要知道 世間 這個世間 不應該有這些人 這些人 一出現了 就已經很清楚 一個訊息告訴我們 這個人是智者清淨業報 他本來在十方淨土裡 已經解脫了 不染的了 不入生死 不入三界 在我滅道之後 因為過往的怨 因為同這個 娑婆世界眾生的恩緣 敏念眾生故 生於惡世 故意成怨 入於惡世 而在惡世裡面 講演此經 那為什麼要在惡世講演此經 難道惡人會聽嗎 惡人聽不到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有無數菩薩成怨而來 他們一聽 妙法花經 便召醒了 就醒了 明白了一件事 原來在末法時期 我們一會看到 從地勇出品 在末法時期 我們一般講話 原居民 惡世眾生多不多 當然多 多如行何沙 那菩薩多不多 不是吧 菩薩更多 不是吧 是真的 你看看地藏經 他說 我在這個世間 道脫難化剛強眾生 十有一以上惡習在 十有八九 便沒有惡習在 那是什麼人 菩薩 因為佛故意在他臨入滅之前 講將來之勢 發欲滅時 眾生將待險坑 就能夠刺激到有無量百千萬億 行沙世界的菩薩 發願生於此世界 待會我們會講到 稍後我們會講到 法花經 佛說不用你們四行何沙 四行何沙世界裏面的菩薩 都會發願來 佛說不用了 為什麼 我們這裡有很多菩薩 多到多少呢 稍後再揭曉一下 很多 但這些菩薩 因為雷劫行信眾生 他會亡失的 好像佛住世的十大弟子五百羅漢 其實過往已經和佛一起修行 一起聽法花經 他就忘記了 就爭出家了 爭解脫了 他們的福份夠 所以能夠除佛出世 佛一成佛 他們亦都相繼靜阿羅漢 這些是過往生的因果 但是佛在妙法年花經之前 我們有講過 他說你們都忘記了 但是再聽法花經 一聽就醒了 所以 爲什麽這些大菩薩 要自捨清淨業報 入於惡世當中 廣演此經呢 因爲應一個因緣 你的因緣就是說 在末法時期 將會有無數無數的菩薩 成冤而來 但是亡失了 若是善男子善女人 我滅到後 能涉為一人說法花經 乃至一句 他說 將來之世 我入滅之後 如果有一個人 見到有另外一個人 他靜靜和另外這個人 說 涉語 涉思語 咬耳仔 不要讓第三者知道 我喜歡看這部經 你知道這部經講什麽嗎 什麽叫妙法連化經 知不知什麽意思 哇 輕輕講一句 當之是人 則如來是 如來所顯 如來行如來是 何況於大眾眾廣為人說 上次我們就講到這裏 他說要知道 所有這些事宴 是如來所是顯 猜顯的 猜顯 能夠委派他們 在做什麽 在做如來的工作 何況在大眾當中 廣為人說 為大眾去宣說這部法花經的精華 這個人已經是 苛擔了 如來 說法的工作 使命 這裏 好了 二日下來就是新的經文 他說 若有惡人以不善心 於一劫中 言於佛前 上位罵佛 其罪上興 如果有一個人 佛說 若黃 若黃菩薩 如果有一個很惡的人 什麽叫惡人 我高你低 我不懂尊重人 我只以自己的喜悟做事 我哪個都不給面子 見到人有什麽一不喜歡 就罵 以不善心 以不善良 不正確的心 用一劫的時間 言於佛前 在佛的面前 用一劫的時間 常委罵佛 你說這個人會怎樣 有沒有想到這個廣播 不是一日 不是一個月 不是一年 是一劫 日日地罵 你說這個 他說 這個人的罪 已經重到不得了 他說 原來 如果另外有一個人 若以一惡 若人 以一惡言 一句惡語 一句說話 很惡的說話 為此 這個讀過此字 為止 為止 止 是代表什麽呢 是誣誣的意思 就是說 為旁 為旁 在家出家 讀眾法花經者 其罪甚重 相比之下 我只是看到這個人 在讀法花經 或者在念法花經 或者在講法花經 或者在研究一句法花經 的一句解語 我就說 有什麽用 罵他 辱罵他 或者誣誤他 比起一個人 用一劫的時間 人在佛的面前罵佛 原來罵佛的罪都輕過 這個很多 那麽解 那可想而言 為什麽呢 你罵佛的罪便很重 是嗎 為什麽 這個人在講法花經 或者研究一句法花經 怎麽這麽厲害 是嗎 大家知不知分別在哪裏 分別在法裏 失大利落 善緣斷盡 或者福分減輕 或者惡業很重 但是 法花經 一句法花經 這句法 能夠令一切眾生 覺悟成佛 你 你在毀罵一句法 這句話 這句法 是令一切眾生 一聽就可以成佛 你想一下 你令到這麽多人 因為你一句話 不信這個出家 或者在家中 或者 對這個法花經裏面 一句解語 不重視 或者不尊敬 實至乎毀罵 你說這個果報會幾大 所以 法出生三世諸佛故 所以 這個比例 佛陀為什麽會這樣說 你猜有沒有人在末法時期 不信佛妙法連法經 當然有 毀罵有沒有 都有 所以 為什麽叫做難條難服 當然 我對佛法有疑問 是正確的 對的 但是不應該用不善心 對不對 不應該用惡的心 應該怎樣 我不懂 不懂 不要緊 我懷疑 我不信 不要緊 我應該用什麽 我恭敬的心 謙虛的心 來探求裏面的原因 我們追求科學的現象 都應該這樣 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可不可以因為 我不信 我就輕妙它呢 不應該 所以 世間的人 他不相信 宇宙間 有這麽偉大的行為 他不相信 一個人的心量 可以包住宇宙虛空 更加不相信 一個人可以 成這個願 能夠騙無量百千萬一劫 一種法 能夠盜無量眾生成佛 他不相信 你不相信 不要緊 你不要無斷 去侮辱他 這個很危險 所以我說 我對很多人 對佛法有疑問的 比如說 大乘非佛說 或者是 不相信大乘的觀念 不要緊 你便很恭敬 很自誠 對著釋迦牟尼佛像 或者對著你相信的 一些諸佛菩薩的聖像 前面 將你的願望 將你的疑問 將你的疑問 告訴老師 老師一定 有個時間 令你明白 但是千萬不要 用我們的凡夫的短字 來去武斷 這些不思議的大法 以及不輕 不應該輕視這些法 所以在這一段 佛再三對著 弱王菩薩說 守護這部經 維護這些法師 還有 勸法在座的人 乃至將來世 有機會看到這本 《法花經》的修行人 要知道 要重視這部《法花經》 你不要管他什麼人說 黑衣說 黑衣說 女人說 你不要管他什麼人說 他講這部經 你就經事如佛 好像聽佛說法一樣 對了 你一定得大福利 不要取其上 諱王 其有獨眾法花經者 當之是人 以佛莊嚴而治莊嚴 則為愈來 堅所苛擔 其所致方 應徐向禮 如果有人讀《妙法年花經》 以佛的莊嚴 來莊嚴自己 這個人 嚴格來說 有一句說話 我覺得很貼切的 叫做 心心相印 靈山會上 是吧 家攝尊者 從職家愈來 黏花微笑 心心相印 這兩個人的心 印住 意味著 如果有個人 以《法花經》 來到利落眾生 即是與愈來的心 貼住 則為愈來所堅 這個人 愈來肩負了他 所苛擔 拿著他 不單止互念 守護加持 其所致方 他去到哪裏 其致方所 你就會明白些 這些中國人的經典 那些字的問題 意思是 無論他去到哪個地方 哪個住所 應徐向禮 所有人應該要徐順 向他行禮 一心合掌 要很恭敬地合掌 恭敬 供養 尊重 讚嘆 花香櫻樂 抹香 桃香燒香 增蓋藏花衣服 搖讚 作諸忌惡 人蹤上公 你就當 有佛 有菩薩 大法師 這樣去對待 這樣去尊敬 而供養之 尊敬 咬讚 大家知道 那些 美食 好吃的 燒香 作諸忌惡 唱歌 因為天人很喜歡唱歌 有些甚麼事 就大排言直 唱歌 散花 燒香 用人中最上的供品來供養他 應持天寶 這個天寶就對天界人說了 天人 你們應該拿著天寶 而散之 就像散佛一樣散他 天上寶序 應以奉獻 天上有甚麼美的真寶 你奉獻給他 所以者何 是人歡喜說法 為甚麼 因為這個人很中法 很喜歡說法 雖如文智 吳國耳坐下聽 挺好聽 這個人中了種子 即得究竟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故 因為這個人已經是代表著佛 在這個五族惡世 走著最稀有之事 為眾生廣說描法法經 所以這個 吳國耳 雖如之間 即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聽一下 你已經中了將來 究竟一定得這樣 決定性 正得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故 如果有一天 有個人 你不覺耳 聽他說話 你發達 不是很有錢 有錢比李嘉誠 你說開不開心 這麼厲害 如果有個人 吳國耳 給你杯水 你喝 那個給你杯水 那些人做了大凡天王 嘩 大凡天王 不覺耳聽聽 聽人家說妙法法經 一句 咦 挺好聽 咦 你將來就得成佛講 即他這樣一個比例 這個稀有 這個稀有 太稀有 這樣解 我們要明白 宣說妙法年法經 法法經 這個恩怨 是很難很難 這段說話 也都是佛對著若王菩薩說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他在刺激你們 做什麼 做法師 是嗎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看不看到 你聽得多 你想想跟人說 不行吧 現在不行 你怎知道明天不行 可能一年後就行 不知道 你跟我也不知道 但你跟老師說 老師 我明白了 我要四次跟別人說 你猜你幾快就可以了 我說你很快 通常一個星期就搞定 你懂得跟別人說 所以是鼓勵修行人 不單止自受用 要為他人說法 令他受用 是不是有這樣的作用在這裡 是不是 不小心 說一些利益給你 讓你知道 哎呀我都跟別人說 我都經常讀給別人聽 是不是 利益人 其實有這樣的含意在這裡 於是 佛福高 若王菩薩 摩克薩 我所說經典 無量千萬億 他說我過去所說的經典 當然 在這個五族惡世 就沒有無量千萬億 但是在如來應世 絕對不止無量千萬億 不止成幾倍 以說 今說 當說 以說 已經說了 今說 當說 將來會說 將來會說多少 這個就是不知數 以說多少 不知數 今說 就是五族惡世的色監貌利佛所說的 已經知道了 而於其中 他說 我在一切世間 乃至對著一切眾生 所說之法 而於其中 在當中 此法花經 最為難信難解 以這本《妙法年花經》 裏面所說的《妙法》 即是《無量易經》 最為難信難解 最難令人相信 最難令人解得明白 為甚麼 因為我講 記不記得我講 佛法是世間法 出世法 世間法 明白因果 三歸依 五戒十善 出世法 由 精神 住在一切世間 解脫過來 透過 複雜滅道三十七座道品 透過無明滅 無明滅 息滅 十二恩怨 顯然清淨 這叫出世法 空 如果我的精神在這裏 就住於色 如果我的精神在這裏 我住於空 對不對 是有取有捨 有住的 叫做二邊 但是一講《妙法年花經》 一講《妙字》 一講《大乘》 一定是將兩種拍一種 最難的 最難 甚麼是兩種拍一種 永遠要覺悟 首先要覺悟 但是永遠要大悲 這個大悲要感性的力 入一切世間 畏土 過去入了 現在入了 將來入了 沒有一個國土 沒有我的現身 做甚麼 普言十願 禮敬諸佛稱讚 原來廣修共養 撐虎業障 除起功德 請損法輪 請罰住世 常除法樂 行信眾生扑街迴向 全部正在做這件事 過去正在做 現在正在做 將來正在做 虛空戒盡 眾生戒盡 眾生業盡 眾生煩惱盡 我此大怨無有窮盡 念念相逐無有間斷 心願意業無有疲盡 但是如是滅盡 無量無必無數眾生 有沒有真的 實無眾生得滅盡 而這個法 最難解 最難明 菩薩基是當體即空 三倫體空 有沒有我 內無能思之我 有沒有眾生 愛無所道之眾 有沒有我說的法 亦無所說之法 就是三倫體空 但是我正在做的 雖然說是三倫體空 但是過去我正在做 現在我正在做 將來我正在做 億萬世界我同時正在做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 這種法難不難 是否最難解 最難明 最難令人相信 所以佛為何說 我的若王菩薩 我在一切世間所說的法 種種法 以前講過 今天講過 將來所講 沒有一個法 比這個法更難解更難明 我們明白 為何要難解難明 再引回 合回大乘法 為何叫妙 當體即空 無染三世幻象 但是當體即用 慈悲喜捨 騙滿虛空 是否觀世恩菩薩的心 他的心是般若不厭 但是又是大悲心 千處其求 千處應 虎海常作 道仁舟 這叫無作妙力 這叫金剛三昧 是大乘法的結晶 行妙法而成就的結晶 所以以這個法 最為稀有 若王此經 是諸佛秘要之狀 一聽完就知道 如果我不舉那三成教法 你就看到秘要之狀四個字 實質的含意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一看 在世間有甚麼法 可以跟這個法比 世間的法就是 講時尚 講我的見解 對不對 所有世間的法 不離時尚見解 但是 如來的法 是超越一切時尚見解 是用悲願 穿透宇宙過去 現在將來 而 智慧的 般若是 照破過去 現在將來 一切世間的假想 所以 沒有世間任何一個法 可以跟這個法 比較 所以此經是諸佛 最秘密 最重要的寶藏 這樣解 不可分布 妄授與人 同樣地 未到時間 不能講 甚麼叫未到時間 就是你對個機 對眾生的機 例如我可不可以對著 爭相萬人這樣說 那你真是害他 你跟他講妙婚 哎呀這個 做戲的 他懂得講妙法連花經 不懂的 戀吉無畏 他不知道 他取相 後面很多 跟著講很多 大乘菩薩 故意示現一些 你不信服的相給你看 原來這些是佛 這些是大菩薩 轉身就成佛 不得了 所以 我們要明白 我們不能夠以貌取人 以身份取人 必須要怎樣 聽其言 聽他講的甚麼 用個心 用個法去印 一引進 他就是佛 他在代表佛 因為他沒有離開 釋迦牟利佛的教法 所以 他這裏也講 這個法 很重要很重要的法 雖然在末法時期 有很多菩薩 或者有很多大聖人 會講這個法 不過 他們不會隨便講 未到時間 不能講 不可 亂去分佈 我們也不要貪功德 四次跟人講妙法法經 因為如果大我慢狂妄的人 不聽為佳 你記住 凡是驕傲 我執 我高你低的人 不跟他講得法法經 跟他講 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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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遷就他 不要害他 你來這個世間 你來這裡 你去度眾生 你是利益他 你不會害他 你害他做甚麼呢 他未吃得那麼重的東西 你就不要給他那麼厲害的東西 是吧 給他一些適合他根基的東西 就好了 不可分佈 不要隨便分散 去講 妄授與人 未知根基 你亂說 諸佛世尊之所守護 你記住 如果是有根基的人 那甚麼叫有根基的人呢 我現在披露一點點 因為這個值得 我們去記一記 甚麼人可以聽法法經 我們可以跟他說法法經 公敬者 他習慣公敬人 這個不是原居民 因為原居民是人被人公敬的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就是五族惡世的原居民 他不懂得公敬人 那個乞丐也好 走吧 那個乞丐也惡他人 那麼他怎麼無筆都沒有 他就 他都是要他的東西 總之是 不懂得公敬 是保護自己 不公敬人的 這個原居民 但是如果去到哪些 都要公敬人的那些人 那些人呢 不簡單 公敬心 慈悲心 做甚麼事呢 都覺得是 人家比自己重要 以他人為主 自己為次妖 甚至不理自己 這些怎麼說都可以 留意一下 主要是這個心態 有沒有尊敬心 這個很重要 還有呢 不要被一些 為一些尊貴高傲的人 是不聽得的 一聽 他本能地 就會攻擊你 就會 本來不聽 就不出聲 一聽就罵你 這樣就罵他 好了 他說 諸佛世尊之所守護 從昔以來 未曾顯雪 他說在很多佛國土都好 很多佛國土 乃至 我們很熟悉的 極樂國土 極樂國土 我們看很多 佛書阿彌陀經 好 觀無量壽佛經 好 大阿彌陀經 裡面都是講 九品年花 或者以下 的現象 所有都是安納眾心 在那裏 做甚麼 沒有苦 無有眾苦但受諸樂 師志 師事食來 為甚麼 他全部是想 他化現的 你全部是想出來的 一想便到 一想便滿足 一想便滿足 沒多久 你的心由煩亂 慢慢靜定 然後下品下生 下品中生 下品上生 中品下生 上品下生 上品中生 上品上生 就花開見佛 大乘法 在這個過程當中 都是在學二乘法 五一五 五根 五力七菩提分 八正道分 這個沙七佐渡品裡面 沒有講大乘法 他甚麼時候才講大乘法 花開見佛 我問你 未花開未見佛的人 會否聽到大乘法 嚴格來說聽不到 所以意思是 此經是諸佛秘要之狀 不要隨便告訴別人 二成人 你告訴別人 二成是高傲的 你去累了他 他說 諸佛從識以來 未曾公開 好顯 即是廣演 來到這部經 廣說這部經 此經典者 如來現在 由多怨疾 放滅到口 好 大家明白為甚麼 如來再世 有沒有人誹謗如來 有很多 是吧 那你說何況現在呢 是吧 即是 如果你真是 以法法經修行 以大乘法修行 有人疾到你 我又問 正不正常 不疾到你 不疾到你 不是很正常 那我們怎樣 我們當然不會 除起別人的疾到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不可以煩惱 對不對 正常的 那我們要怎樣 我們要想辦法 要令疾到的人 即是不要刺激他疾到 要怎樣去安撫他們 我們怎樣 他們 即是有時候 佛住世都是這樣的 五千比丘退席 他又不留 又不可斥 你走 但是對著這班 對著一班 留下的人說 這些人不停為戒 是爭上萬比丘 不可以的 這些法 他說 如來 為何會為在乎的人 廣説法法經 是因為在乎的人 所有都是大乘根基 佛先之說 未是大乘根基的人 我們應不應該 去讚這個法法經 在他面前 不應該 他說 這麼好的東西 他聽完 一聽就成佛 他一聽就成佛 他一不尊敬 那個後果很堪疑 是吧 我們為何要做這麼危險的事 是吧 不好 不是說不利益他 不是這個時候 那個timing的問題 那個timing的問題 你讓他堅固些 那個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的心願 先跟他說 《無量而經》 先跟他說 《妙法花經》 若王 當之如來滅後 如果如來將來入滅之後 其能書 書寫 詞 即是受詞 獨眾 供養為他人說者 如來則為 以衣福之 如來用衣服 保護著他 即是說他在披著佛的衣 有為他方現在諸佛之所互念 不只是釋迦佛 是一切如來 在他的舉心動念 維護他 大家 有沒有想想 怎樣可以得到十方諸佛的互念 這個也是我在哈佛大學講題的內容 如來的智慧 如來的精神 如來的知覺 猶如虛空直靜 你現在見到我 聽到我 這個叫做知 有感覺 喜歡不喜歡 這叫覺 其實這種知覺 這種的本能 是你一向有的 不過今世你叫做什麼名 你的知覺就認定 我是譬如我是金國衛 這個是霍師兄 霍師兄說我是霍師兄 你是金國衛 這個知覺就執了這個念頭 這個軀體 這個我見 比眼前的景物 產生的喜悟 就決定了我們的思維 對不對 這個是思維 跟你的思維 是從你的知覺而衍生出來的 對不對 我問你 你過去 未叫霍師兄 之前 上一世叫做大凡天王 可以這樣說 大凡天王有沒有知覺 有 大凡天王之前 不要 原來做個豬 做個狗 豬和狗有沒有知覺 有 但是這個知覺 過去 現在 將來 一切妄執放下 那就是顯現宇宙 虛空 不生不滅的知覺 如來在菩提樹下 就是顯現這種知覺 所以 正片之虛空 一切真相 所以如來的知覺 片滿虛空 他發覺到一件事 奇哉奇哉 大地眾生皆具 如來智慧得上 所有眾生 原來都有的 這種知覺 不用學的 那為什麼顯現不到 因為他抓住這個 抓住這個 抓住這個 別成生死 那意思 若來妄想 執著 執無私自 自然自 就同時驅現 哎呀 只要我令到他們 不執自己 不執自己 大家都不執的時候 原來知覺是一體的 這個叫 就名為疲勞聖海 所以在《妙法年番經》 我經常舉一個例 第十八分段 佛問須菩提 須菩提 須菩提 行河沙世界多不多 多 每一條沙是一條行河 每一條行河 加上所有沙粒數目的 諸佛世界 裏面的眾生 在想著 什麼如來都知 那我問 釋迦佛知 那阿彌陀佛知不知 十方諸佛都知 為什麼 因為十方諸佛的樣子 是諸佛 但是心地是否宇宙虛空 那一個如來護念我 是否只是十方如來都護念我 你明白這個原理 知道這個原理 他說 是否則為如來以衣服之 找個佛袍包圍著他 保護著他 他代表跟佛的意思 又為他方現在諸佛之所護念 護念呢 不得了 你想著什麼 你都不知道的 他一直在說 一齊一齊生活 則是如來守摩其頂 如來是在加持著令他成就 所以這個所謂法師品裏面當中 是釋迦如來對著若王菩薩 讚嘆將來在這個世間 廣說妙法花經的修行人 亦都鼓勵所有法大誠心行 菩薩道醫妙法年花經修行的人 應當要苛擔這種工作 你又是其他人說 那你又是如來守摩其頂 又是如來以衣服之 他不只是親一個 誰說都親誰的 所以我們已經明白佛經 它是有一種指導作用 它不是一個理論 我們明白這麼簡單 不是的 它是有一個附足 是令我們生一個修行賞 責任賞 還有要堅擔起如來付托的工作去做事 這段法師品 就是鼓勵所有聽到妙法花經的人 都應該要 苛擔如來家業 對於所有大城根基的你的眷屬們 都應該以妙法年花經安納它 同時期鼓勵他 好似你這樣做 利益更多人 若王在在處處 若說若讀若仲 他說任何地方 在哪個地方都好 若說 他說 去讀 讀 背仲 一個背 若書寫 若驚卷所在之處 有這本驚卷 佳嬰起七寶塔 七寶就是用種種的真寶建個塔 沒有分大小的 你喜歡吧 是吧 為何起塔 大家知不知道 塔的作用在哪裏 大家知不知道 原來 在古印度 塔就是 裝骨灰 塔的作用其實就是 要紀念這個聖者 或者修行人 他一生的精華 一生的精神 就叫做社利 叫做結晶 其實我們現在一般人說 社利的神變 在佛經記載 他不是追逐神變 社利是有一種 我們叫做結晶 是這個修行人 一生的精華所在 舉個例 骨灰 骨灰 牛有牛的灰 人有人的灰 動物有動物的灰 有甚麼值錢 其實沒甚麼值錢 但如果我說 孫中山先生的骨灰 那值多少錢呢 怎樣值法呢 其實他不是用值錢來形容 是在乎 這個骨灰 是代表了孫中山先生 他一生人的精華 他的精神 我們禮敬 不是禮敬 骨灰 那麼簡單 我們禮敬 他的精神 即是說 我們禮敬 佛的社利 就不是禮敬佛 骨的功德有多少 禮敬佛 不是這個觀念 是我們的老師的精神 他的遺物 他穿的衣服 也代表他的精神 他坐的草 也是他的精神 所以其實是一種表法 我們要學習他的精神 要將他的精神發揚光大 對不對 是這種心態 那妙法花經 是不是一切諸佛的精華 結集起來的這種法門 就是令一切眾生同政究竟成法 對不對 這個法力多厲害 是一切如來的社利 對不對 都可以的 所以 應起七寶塔 你明白 你明白為何要起塔 那無緣無故要起塔 哎呀 原來他代表了一切如來的精神 結晶來的 說法的結晶 最終的目的就是這個法 因為一切眾一聽的法 一定成佛 成佛法花 沒有聽完法花經 如果新恭敬 禮拜的人不成佛 沒有的 一定成佛 極令高廣言識 所以七寶塔 什麼珍珠 車渠 赤珠 馬路 黃金 總之 不同時期的七寶 有不同的表塊 總之 認為世間最稀有的寶物 來做一個塔 有些可以做小的 有些更大的 有些更大的 看量力而為 一個不夠力 兩個 兩個不夠力 十個 十個不夠力 一百個 做塔的功德 其實是在乎 建塔者 那種種法的精神 如果他說 我建一個塔 保養我發達 即是不是仲法 只是仲法達 是不是 我希望長壽 他即是不是仲法 是仲長壽 但是那些人說 我仲法 我建一個塔 希望守護 希望如來的法 苟住於世 這樣就不得了 這樣就如法起塔了 OK 他說 極令高廣嚴釋 不須復 安瀉 他說 不用真正 那些灰 或者是 那些 唯物的骨 那些 所以這何 為甚麼 始終已有如來 全身 全身 即是 這個法華經濟 是如來的身 已經有如來全身 不是社利 是全身 即是有法在這裏 此塔 應而一切花香 應樂 增蓋 藏番技樂 歌頌 供養 恭敬尊 讚嘆 這些我不詳細解 大家明白了 用一切世界都認為最好的東西 拿來供養 那有沒有分的 沒有分的 一處鄉村 一處泥 有些沒有藏番 寫紙上 不懂寫紙 就畫畫 都可以的 總之你的身 用種種恭敬 不同的鄉族 不同的地方的禮儀 就是用不同的尊敬的方法 去莊嚴這個塔 若有人得見此塔 有人見到這個塔 禮拜共養 當之是人 是等 有人見到這個塔 好恩重心 好合掌恭敬 哎呀 禮拜共養 這個人是什麼人 就快成佛之人 佳近阿柳多羅 三秒三鋪體 所以 也都 講回一點點 好似提外話 適家佛 在這個五族惡世 坑為難行稀有 因為無量諸佛 都取在淨土作佛 所以 能夠得生淨土者 不可以少善根福得恩怨 得生諸佛國套 去得那裏 全部都是有善根 或者有願力 或者禮佛 或者障佛的加持力 但是只有這個五族惡世 難條難伏 難化剛強 根本沒有可能有佛 適家余來 以大誓願亦 五百大誓願 入於這個惡世 如火中生年 我經常說 在煉鋼廠裏 生到蓮花出來 那些火中生年 多稀有 而能夠追隨適家余來 在這個五族惡世行菩薩道的 你說什麼人來的 一定是勇猛無比的大菩薩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地方 亦是無數大乘勇猛菩薩的 精煉道場 一日這個地方 勝於在嚴正佛土 在這個地方修行一日 勝於在嚴正佛土 修行十劫八劫 因為十劫八劫 都是這麼清淨 這麼舒服 在這個五族惡世 一日 就已經成就 超越了它 所以 在這個五族惡世 為何同時的亦是 無數大乘菩薩 摩薩 可以疾正阿紐多羅三秒三菩提的 修行道場呢 因為這個地方是難跳難伏 難化光強的眾生 聚集地 亦都為何知道 我為何要為人說 又要揀人說 跟著又要起探 起探的作用是什麼呢 現在明白了 守護 令正法九柱 令繞塔的人 共塔的人 佳近阿紐多羅三秒三菩提 是不是導眾生的表現呢 當然 能夠有恩緣的為眾生說法 當然是 他要有大福德才行 但是 連造塔的人都不在了 但是塔在那裡 其實只是有這樣的含意 若王 多有人 他說有很多人 在家 出家 行菩薩道 曾經發過心 無論在家 行菩薩道 出家行菩薩道 若不能得見 文 讀眾 書寫 受詞 供養 是法花經者 當之是人 未善行菩薩道 他說有很多人 雖然在世間 在家出家 已經發心 行菩薩道 但是從來未了解過 認清 見 見過 聞 聽聞 讀過 朗重過 書寫過 受詞過 供養過 這個妙法蓮花經 因為這個人 未能夠 盡善盡美地 行菩薩道 有缺漏 這個缺漏 這個缺漏是甚麼呢 其實最大的原因 我看《妙法蓮花經》 最大的原因 就是個驕傲 就是個高傲 就是個尊重 不懂尊重 不懂尊重法 我高你低 這個是最令人退堕 修行人最忌的 所以為何如來要行黑 沒有一個如來行黑的 為何是宇宙的 你留意一下 是德式加法行黑的 為甚麼 令他的弟子 折服我萬故 那你說我們五族惡勢的人 病在哪裏 共高我慢 所謂貪真痴 跟著就是甚麼 是不是慢 慢行先 貪真痴就慢 你想想 而是狐疑 我不相信 見是自己我執見解 那慢 就是阻礙我們 成就一切法 高傲 高傲便滿 滿便針 水針到滿 倒不到 倒不入 一樣 所以 未善行菩薩道者的原因 在哪裏 自是過高 不肯信仇 輕妙眾生 以貌取人 以相取法 不知大家同不同意 五族惡勢 誰包裝得好 就很容易接受眾生 對嗎 誰名氣大 是不是很容易接受眾生 沒有甚麼名氣 沒有人理會他 會不會呢 我們看到的 但行妙法年花經的人 剛剛要調轉 雖然他是法的大誠心 他是想行菩薩道 為什麼不聽、不知、不聞、不壽詞、不讀、不中、不書、不寫、不供養、妙法蓮花經 是什麼原因呢?有缺流 未能夠完善 未完善行到妙法蓮花經 若有德文是經典者 如果真是能夠聽聞這部經 他正在改的了 乃能先行菩薩之道 聽到這部經的人 能夠明白 能夠知道 舉個例子,我剛才問你 你知不有世間法、出世法、有世出世間法 你一說知,其實你已經明白了 近這個妙法蓮花經 你還能夠用恭敬的 雖然善種種的身相 但是種種身相當中 常行恭敬的,那不得了了 你就善能行菩薩之道了 其有眾生求佛道者 若見若聞是法化經 文以信解授詞 當之是人得近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他說如果有眾生真是要發心行菩薩道 求佛的境界 求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求道一切眾生 若果你真是聽聞、見聞 這部法化經 文以聽聞 相信、信、解明、解明、解明 能不能夠恩入、嘗試 哎呀,我感覺到大家都好像在做中 當之是人恭喜一下 恭喜大家 得近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勤 因为只要你明白妙法年华经 它是菩萨安住空直之体 行顺如患的众生 作出种种如患相应的救度的话 即是《合金刚经》所讲 离一切上行一切善法 是吧 佳德安努多罗三妙三菩提 合的所有大乘经全部合的 若王 譬如有人渴佛需水 他说好像有个人 若王菩萨有个人 他渴得不得了 他很需要水 于彼高原 穿酌求枝 如果在高原之地 酌个地 希望找水 游见干肚 见到肚子还是干僧僧 打到一米两米三米都干僧僧 这个井就不用到 知水尚远 施工不宜 施工不宜 施工不宜就是 但是他一路做下去 怎样拒 不宜就是不停 转建湿土 他说他见到干僧僧 就即是没有了 但他一路打下去 一路继续 转建湿土 当他慢慢见到 有湿的土 碎漸至泥 没多久 不是湿土 见到泥漿 即水多过沙 其心决定 知水必近 他就知道 咦 就快游水了 就是这个举例 即是挖井的人 见到干僧 即是未到 见到湿土 即是告诉你 快了 是吧 即是我们拍戏前 有一句说话 什么时候搞定 快了快了 小孩看头 快了快了 即是一见到湿土 即是就快有水喝了 你一文化化经 就快成佛了 是这个意思 好了 菩萨易伏如是 若未闻未解 未能收集 涉发花经者 当知事人 去阿努多罗三秒三菩提上远 若未能听到 接受 行辞妙发年花经的义理者 要知道这个人 距离成阿努多罗三秒三菩提 还有很远很远的路程 若得闻解思维收集 若得听到 妙发年花经 无量异经 解明 哎呀我知原来是这样的 思维 一路慢慢细心去 去跌 思维当中的 的感觉 易利 然后收集 尝试体会 我过去是假 现在是假 将来都是假 但是过去的假 现在的假 过去的假 我是被动的 我动不了 控制不了 但是现在我开始知道假 将来的假 我是可以创造的 因为我可以愿来 发现一切假 我这个假 将来的假 就可以度一切众生 因为 因为以往我是被业力 没有不由自主 这样轮转六度 是吧 现在我是用愿力去推动 我将来 我愿力一推动将来 我愿力就可以改变将来 成所作智 但是三世真是假的 假的 但是假的 我这个假的 我可以到一切 执假当真的众生 那样就不同了 这个就是菩萨的幸法 但是如是灭到无量无边无数众生 我知不知 是不是这些众生真是假的 幻化 虚空本直言固 一切相一切一切的现象 皆属幻化 我已经安住究竟涅槃 一念 人能够入三世 三世能够涉一念 当体即用 当体即空 这个就是法花经里面的 不思议解脱的境地 身体好像莲藕那样 入于一切胃肚 一切世间 精神好像莲花那样 无掩一切幻化 波也慈悲 一生俱足 好了 所以这何 一切菩萨 阿柳多罗 三秒三菩提 皆属此经 即所有大乘法 都是这部经所衍生出来的 是否就是 我举个例 色空 色空圆容 就是妙法 是否一切阿柳多罗 一切菩萨 都是色空圆容幻化出来的 如果我不说色空 和色空圆容 大家对这句话 可能消化得不太深 但是我用这个举例 你就会明白了 色世间法 空出世间法 所有学的人 不离 要么就住在世间法 要么就住在出世间法 要么就住在世出世间法 要么就住在世出世间法 没有的了 三种法门 都说了佛法 没有的了 这种法门 属于色空圆容 妙法年花 就是色空圆容 所以一切菩萨阿柳多罗三秒三菩提 皆属此经 此经开方便门 是真实相 是法花经状 他这部经是什么 开出方便之门 引令一切未法大成者 法大成心 初法大成者 安立大成道 已法大成者 好快成就一切阿柳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不是 方便门 展示最真实的相状 是真实相 是法花经状 是妙法年花经的宝状 所有的如来佛国土 一说妙法年花经 其实是什么 色空圆容法 就是这两样东西 所有大成菩萨 累劫 十信十住 十行十回 向十地 就是在学着这两样东西 合在一起 不可以只是空 不可以只是色 是同时空同时色 就是学习这样东西 如果两样东西 都能够 merge到 磨合到 一体易用的话 那就已经显现 佛花经的宝藏 心固幽远 深度 骗一齐 穩固到 不动 有上直 但是有用 远 无不周骗 这些 我们中国人的译经 译了这四样东西 意思就是说 这个法 哪里没有 哪里都有 什么时候 一印就什么时候显现 隐蔽 你看不到 远到 远到一切世间都蝙蝠住 这意思 永远在这儿 顾不顾 很牢固 心 难解难明 无人能到 道德那些不是人 道德那些就是佛 对不对 有人 人就生死 只有佛 我们的知觉 偏满虚空 本然清静 但是具足一一的功德庄严 今佛教 今佛教化 成就菩萨 而为开示 如来是因为要教化一切菩萨 令得阿纽多罗三秒三菩提姑 所以就为他们开示 开演 展示 即是演化出来 跟着指条路你走 那走对了 是不是很清楚 有了法门 没有佛说法 我们在生死道路当中 就天天被环境带着 天天被自己的妄想带着 天天被自己的爱慾 起户带着 对不对都不知道 所以轮转生死 但是佛叫我们明恩果 知方向 哎 安立到方向先 微虎得望 跟着叫我们 亲近善知识 明一切如幻 得解脱 显现回不生不灭的知觉 但是你显现了 一切众生未显现 你的眷属还待于一切世间陈奴 所以 鶴十方 如来这种大悲力 入于一切世间 苛担如来的家业 那你就成罚了 你苛担如来的家业 你怎会不成罚呢 对不对 都是事上的显现 在色象陈奴当中 有因有果 显现 所以要明白 如来于三成法当中 自在圆满了 所以里面所说的 深到不得了 若王 若有菩萨文士法法经 相反 有些菩萨一听法法经 经而 步位 当之是为 身法二菩萨 有没有人听 佛法经会经而 有没有人听 步量二经 会步位 是 什么叫身法二菩萨呢 菩萨 亦名Bodhisattva 菩提萨多 他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就是 自己觉悟 觉悟他人 有些是自己未觉悟 都想去觉悟他人的 有没有 有 有 这些叫身法二 明不明 我未觉悟 但我也想去觉悟人 叫身法二 但是觉悟了那些菩萨 叫什么 一是叫阿罗汉 一是叫辟知佛 那些已经 所以地藏菩萨 已在声闻辟知佛地 是不是 觉悟了 光伯女 有婆罗门女 那些是应化 演员 他实际上 不是他设身 是应化身 是用愿力去应化 他应化的作用 是发同一个愿 我先度一切聚乎众生 使令成佛 我然后方取正觉 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 幻化身 但是他真的设身 是安住声闻辟知佛地 在佛经记载 地藏菩萨是入定度众生 一入定 初日训验行 我沙生命布施 地藏菩萨 中日训验行 我沙生命布施 后日训验行 我沙生命布施 佛经是这样记载的 菩萨是以定中现无边身 入于一切世间 示现一切身 形广道众生 好了 说回 身法以菩萨 意味着就是 我觉得大乘菩萨好 但是我执警当真 我有烦恼 我不可以正空 所以他对于一切的大乘法 无量劫以来 如何离一切相 如何离一切众生 离一切众生 离一切众生 我怎么离一切众生 它搞不定 我们说一件事 色是世间有 空是看破一切世间有的无常 精神不随信 不染 显现清淨自在 叫做定 空 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净化 所以在无数的诸佛教化当中 这些众生要离无量素佛 恭敬成事无数如来 净化业力 它才能证到 所以要明白 能够无染四相 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众诸善根 以无量佛所众诸善根 才可以 所以离敬供养诸佛 是一切菩萨修行的第一种要权 所以普言菩萨教我们离敬诸佛广修共养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这里所说的 身法以菩萨 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既然空直 我怎么会在空直里面度众生 空直即是没有 那你怎么会再要度众生 他把持不了 好似我们凡夫说 凡夫是否说 诸我莫作 忠善奉行 要执善的 这个恶不做得 这个善要做得 于是乎你生天 或者得生善处 但是出街人来说 善与恶 放下了 那到底我放下 诸我莫作忠善奉行 如果对小学生来说 一定是执着的 但是对中学生来说 要放下 一个是理性的执持 一个是灵性的解脱 一做到中学生 他已经明白 我已经断绝了 这个恶业的牵前 所以就显现到清淨 但是善与恶 他说是同属幻化 他不染 不染而已 怎可以大乘菩萨 在不染当中 人的入于一切 过去现座 将来广道众生 他把持不到 一把持不到 就是经方报位 如果你说 一切相都是假的 那如果你的身体呢 那这个地球呢 那你将来的世界呢 又是假的 很害怕的 所以有报位 有经有报 看《金刚经》 有一种人就很报 有两种人就不经不报 会经会报的那些 是二成人 因为我已经证到空了 你说还没得 原来还要度一切众生 接着你怕不怕 我怎样度一切众生 过去要度一切众生 现在我要度一切众生 将来我要度一切众生 我怎样度 我没有了 一个小成人 他的心 空直到不没了 但是大成人 如何呢 要在没了的心 合一念 对着一切境 过去发亿万行河沙缘 现在发亿万行河沙缘 将来要发亿万行河沙缘 他的心要骗满 过去现在将来 爆了大去 他的怨力要骗满 度生要骗满 但是同时不厌 那这个二成人 怎样把持呢 他把持不了 所以就惊步 看金刚经 有两种人不害怕 第一就是大乘菩萨 怕不怕 不怕 知一切假 凡夫也不怕 因为不知他为何 我问你 你读金刚经过来 你怕过没有 怎样好怕 金刚经都怕 我读地藏经怕 金刚经怎么好怕 因为他不懂 是吗 懂就不怕 这里所说 身法以菩萨 这种经方 是什么 因为他着上 身法以菩萨 身法以菩萨 是微静阿柳多 微静四果 微静般若 一静般若 一静般若 叫做不退传菩萨 即是第六地以上菩萨 若声闻人 文士经 经义 暴慰 为什麽 增上万者 因为还有个我 高 众生低 这种心态 又增上万 又经义 又暴慰 哇 还要走这麽远 哇 还要到这麽多众生 哇 关我什麽事啊 他始终有一种敬畏 若王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如来灭后 欲为四宗说事 法花经者 云何应说 有些标准 刚才我未透露了少少 他说 若王 若王菩萨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见到增上万的人 是否适宜跟他说法花经 不适宜啊 就跟他说解脱 是吧 他咬解脱 就跟他说解脱 OK 如果要欲为四宗说事 法花经者 什麽情况下 应该要说呢 是善男子善女人 对方 即是听经的人 已经掌让了有三种的条件 入如来失 穿如来衣 坐如来座 说法的人 要有这三种 要令到听经的人 要成就这三种 现象 是什麽来的呢 以赖 应为四众 广说思经 见到有众生 掌让有这三种特性 入如来失 入到如来的屋里面 穿着如来的衣服 坐着如来的座位 那就要记得和他说法花经 是怎麽解呢 如来失者 標准 一切众生中 大慈悲心事 如果这个人 只是熬于异乘解脱 有很多人解金刚经 凶凶凶 无相无我 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不住一切上 但是不肯 度一切众生的 入了如来失灭 未了 留意下 好多人解金刚经 真是解到凶就算了 那一个阿罗汉都已经凶 那需要学金刚经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一定是入如来的大悲失 所以 金刚经怎样说 诸菩萨摩科萨 应如是韩伏其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卵胎湿化有色无色 有想无想非有想 非无想 非无想 我皆领入无如涅槃而灭道之 我要全部到的成佛 请问入了如来失未 入了如来失 入了如来失 那些道众生行先 道一切众生 但是如是灭道无量 无边无数众生 实无众生得灭道者 好了 中间再加一句 譬如来医 如来医者是柔和 会不会跟你斗争 会不会跟你缺一死战 争一日长短 我强你弱 那会不会 你说你强 你强你强 你说你好 你好 你说我错 我错 柔和 忍辱 为什麽 我来道你 我利益你 我不是跟你争斗 对不对 菩萨来这个世间做什麽 道众生 不是修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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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我们是修信徒 我们是要引导 记住一件事 菩萨道众生和修信徒 大家有什麽分别 知不知 修信徒就是树立势力 是吧 道众生就是 我来教你的方法 你一学了的方法 就搞定了 他听着你成佛 哎呀好开心 是吧 他们做教育工作 令所有众生 全部成佛 是菩萨的工作 他不是说 我永远都高过你 我做你阿sir 我做你老师 我做你师父 是不是这样的心 不是呀 你看观世音菩萨 对着我们便是 是否在菩萨眼中 永远我们要成佛先过他 是不是 是不是教我们成佛 所以在他的眼中 我们全部是未来佛 这不是大菩萨 还不是妙法经的表表者 是典型来的 是不是呢 所以我们要明白 具足三种条件的人 一定要为他宣说佛法经 首先 他修行出发点 是为所有众生的利益 入如来失 持悲生 披柔和忍欲医 逆来信寿 不起烦恼 行信众生 对一切众生 对他的不敬 不生气 包容 发空座 座 座如来座 一切法皆空 有没有我 有没有人 有没有众生 有没有一切法 发空座 即是入于 安住声门辟知佛的知觉 这些就是菩萨的样子 是不是呢 告诉我们 他说 安住时钟 然后以不解态心 说法者 安住这种心 为诸菩萨及四宗 广说说化化经 愚化宣说 说法的人 安住这三种心地 入如来失 穿如来衣 在如来座 将来我又希望有朝一日 坐在座位 听你们说 好吗 好啊 哈哈 这样就厉害了 这样呢 就真是能够令一切众生 受用法化经 能够令一切众生 测证阿纽多罗三秒三菩提 若我 我于如国显化人 爹 为其集听法中 亦显化彼üh 彼憂美优化丐 顯化,這個顯化自己的願顯化又有 由自己的願力顯化的身,再去影響其他人 為其集、聽、發眾 如果這個人要宣說《妙法年花經》 我為他招集很多聽眾 亦顯化彼優、彼優、彼優婆室、優婆義 聽其說法 會化言出四眾弟子,聽這個人說法 是諸化人,這些化言的人,文法順受,隨順不應 自然於聽法的時候,順受,隨順不應 盛就說法者的功德 若說法者在於空閒處,在空閒之處說法 我時廣顯天龍、鬼神、憲達婆、阿守羅等 聽其說法 我時侍會影響其他天龍、鬼神、守護 天龍、鬼神 在佛經說,最近我看到一部經叫做《大悲經》 裡面說佛人臨入滅之前 對著這個世界的天龍、八部 就說很多天龍、鬼神 在這個世間扮演的 我們看很多人只看到他們的樣子 看到他們的名字,看不到他們的生活 那部經就修羅天準備開箭 蒂釋天準備如何應付 很多凡天王 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凡天王 有些經常說,在這個世界我做 所有事情我做 佛就問他是不是你做呢? 那眾生的痛苦是不是你做呢? 地獄是不是你做呢? 那些果報是不是你做呢? 那這個三千大千世界的凡天王就愛著 其實不是的 在這部經說得很清楚 那裡面呢 為什麼要有這麼多天龍、鬼神呢? 因為《大成經》的出處 的確不像是五百結集 人類結集回來 是在龍宮 你說龍樹菩薩在龍宮取出 所有地藏經、妙法蓮花經 很多《阿彌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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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大成經典 那我相信呢 就算藍傳的經典記載 很多都有技術 佛成佛的時候 是四天皇帝、釋天、凡天 來供佛、禮佛 所以你看到很多藍傳的寺廟 都有佛的八上成道 都有很多天人擁護 泰國看到的四面佛 其實是一些凡天 或者是聖釋天的法相 裡面其實他們是有一個師職 他們是管轄著這個世間 所以 為什麼佛要令到他們 天龍八部都要來聽這些法師說法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 因為他們是有職責管轄著這個世間 所以有職責要怎樣呢 保護政法的道場 第二就是說 這些天人很多天都是由菩薩的化言 菩薩去聽這些法 對不對嗎 對 能夠令到他們速速在到正果 所以 為什麼如來要猜遣這些天龍鬼神 以大神力 令到天龍鬼神聽受其法 他說 我雖於義國 我在其他地方 事事令說法者得見我身 經常會令到說法經的人 得見我身 見到如來的身上 若於此經忘失俱讀 我還謂其說令得俱足 所以 往往很多時候 一講法經 很多不可思議的現象 如來互念 他在念念間成就眾生 不是在我們凡夫 可以用我們的思維去策度到 不知道大家有時候 你很想說話 有時是詞不達意的 有時說話就如有神助 說話鬼這麼好 其實這個 可能我們講佛法講了很多年 我們很深信 有時自己說話 也不知為何會這樣說 我現在講這些經 我沒有避課 我做完就放了 當然我明白了 明白了之後 我自己做了這些講義之後 我就沒有避課 到時應該怎麼說就怎麼說 我很多時候剪片 剪片要剪過去 接著要接駁 我自己都呆了 為何會這樣說呢 我真的講得很開心 我會深信一件事 過鐘是怎樣呢 就如人喝水 冷暖自知 要自己才知道 但甚麼人的人 你才會體會到呢 就是 你要有想為人說法的心 請問 請問 你們甚麼時候開始 會有這個心 或者是否已經開始有這個心 是嗎 OK 如果有 你就會很快體驗 怎樣遇來的互念 因為講不到 有些人問我 你哪個教你的 你哪個學 我其實沒有人教的 可能我自己比較好 因為我是藝人 藝人已經面鼻口不怕醜 心口有個勇字 即是說錯就錯了 這樣抱著這個 這樣就夠膽 夠膽講得多就行了 還有藝人的特點 他很知道觀眾的心態 氣氛 現場氣氛 他不會被他悶的 但是有時真的業力來 要睡覺 我們還會說 你繼續睡 教条上睡 經照上聽 唯一iu 等等你就不好睡 我會覺得 一件事 我自己看回到 是佛的互念 若然 Egypt 若不是互念 謙說到太完美 其實真事 好啦 今後的法師品 第十一品 我 links 建宝塔品 Excellent 是甚麼意思 但是呢 就是過去 無量億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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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 出現過的多保 如來 他的願是 誰 講法花經 我就出來做證明 這個如來之入了滅了很久 這是很神奇的 一般人,凡夫怎能看到呢? 天人记载,我觉得是有道理 凡夫记不了,怎能记呢? 他方世界,他说了这么多 我们胎生的众生,这些眼目怎能看到呢? 天人化生,记下也不奇怪 但无论他怎样都好,其实他的义理是圆容的 还有,现在你念是相应的 有证据,你可以实验的 你可以怀疑有没有无线电 你不可以见不到就说没有 你正在用的,现在很多的 你试一下按一下电话,通得到就有了 你依照着法花经里面的义理 你去念它,读众它,或者宣说它 你相应到就有了 它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将来 《重地涌出品》,这个《多普佛塔》 就是第十一品 这一品,在《妙法莲花经》里面 《尊说法花经的法师》 是否有这样的希望呢? 这个就不是 你说,佛可不可以决定你做法花经的法师呢? 不可以 那谁可以呢? 只有你自己而已 你说我要做法花经的法师 那你就在那方面用力了,对不对? 你说我不说了,那没人能调得你的口开 对不对? 你说你要说了,谁能按得住你的嘴呢? 按不到的 所以呢,其实它是在启发着 但是你一讲《法花经》 你即是苛丹如来最重的法宝 一切如来最秘密的法要 是这样的意思,对不对? 但是宣说法花经要三个条件 大家记不记得? 第一个,进哪里? 进如来的屋室 要穿什么衣服? 如来的衣是什么衣? 尤和人的衣 是,就是骂你 算了,算了,算了,抵骂,抵骂 骂你,侮辱你,攻击你 你不要生气 为什么不生气? 道他 不是 道也好,你都会有点不开心的 多谢他 一来多谢他,因为他帮你灭忍业 多谢 第二是什么呢? 不干了,也有一种 有一种不是很圆满的 有一种就是 多谢,你帮我挨,挨了那些坏东西 有一种就是 看你什么时候有事 是不是? 是不是很美的 不是很美的 多谢光这些不是很美的 这个又应该怎么说? 不是,不是,正不正常 正常就行了 是不好的,因爲他得罪你,他都很慘 你知他,得罪我 那這個心是不靚的 不應該多謝人 因爲你都是在跟他鬥,對不對? 因爲你怎麽想? 好正常,因爲是沒法 因爲你來這個世間,就是要盜這些人 他這樣罵你,其實很慘 我不可以讓他罵,不要讓他罵 盡量不要讓他罵,爲什麽他罵呢? 他很慘 是的,但是他罵你,是很正常的 因爲你知道了,來龍去脈 你會不會生氣?不生氣,爲什麽? 爲什麽?我有個使命,對不對? 我來這個世間,第一,我要 我是佛的學生,我要學菩薩道 行菩薩行 所以對一切眾生,對我的不尊重 對我的不理解,我理解 不要生煩惱,是不是? 那便又和忍欲醫 爲什麽罵你,你都不生氣? 算了,算了,以後不要跟他這樣說 你就說沒事的,沒事的 我說沒事的,那就行了 盡量不要令他犯口業 所以如來,他們五千比丘退席 不出聲,走了之後就說 好了,不要讓他聽這些 聽這些對他不利 因為這些無上法,爭上萬的人 不停為佳 一聽,退墮,危險 所以如是者,佛 佛曾經說過,如果我說法 另一人墮地獄 他寧願蓄入滅 他不說 因為我們這個世間 是要度眾生,不是害眾生 但是眾生沒有福 短置,狂妄,自大 沒有法眼,看不到人家 輸穿降貴利益 輸穿降貴利益眾生,看不到 對你有無情的攻擊 這些時候,所有行大乘菩薩行的人 隱滅,即是政治 不給你機會攻擊 但是,不生煩惱,不生仇恨 靜待時機 靜待時機這四個字 我深深體會,在沒法時期 五族惡勢,是必須要做 因為眾生,惡業太重 時事,你太積極去做 它是會令到他們作種種的惡言 攻擊 這個亦有這樣的原因 看到這段由附足 將來受記 一切眾生都會成佛 記不記得法師品之前 你所說的 你學法法經的 或者你將來之勢 尊敬法法經一計一句 佛都為你受記 你想想,是不是 因為一段法法經 沒得不成佛 真的不會不成佛 一定會成佛 所以,再鼓勵眾生 不單止自受用 還要令他受用法法經 這個才是 在這段經文裡面 最重要的啟示 我們看經 千萬不要依經解經 一定要知道如來的本懷 對著眾生 如來為何要說這些法的目的 而我們受用的人 應該用甚麼方法受辭 受辭的過程當中 要住甚麼地方 我們如果都知道的話 你就將當時 如來說法的情境 是不是重溫 聽完之後 我都好像 當時有份在聽一樣 是不是 聽完之後 我已經自己知道 我應該怎樣受辭 怎樣將來去利益重生 受辭這個描法棉花經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都覺得 是很殊勝 好,我們一起起立了一個會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人irler 偶像